北京时间9月7日讯,去美媒体报道,其实老板丹吉尔伯特,身边的消息人士透露,丹吉尔伯特正在寻求退出赌场生意,他在包括克利夫兰,在内的多个地方都有分店。 吉尔伯特的公司声明着,不评论和猜测留言,这是我们公司的长期政策。 2014年,詹姆斯宣布回归后,骑士的营收就一路高涨,从未掉出过前五,对于克利夫兰这种小城市而言实属不易。 据统计,骑士和勇士联盟商业赞助最高的两支球队,远远超过其他任何球队。 此外,骑士最近几年的上座率,也是连盟最高的几支球队之一。 据调查,在詹姆斯宣布加盟国人队后,许多球迷表示不会,在前往骑士主场观看比赛,受此影响。 骑士下赛季的计票销售陷入停滞,门票价格下大幅下跌,就连股票市值都出现了滑落。 以往每次骑士主场比赛前后,基尔伯特的赌场都会爆满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骑士2016年夺冠的赛季,他们却是联盟唯一处于亏损状态的球队。 在骑士中,基尔伯特的赛季,基尔伯特的赛季,基尔伯特的赛季。